我們女性體外的荷爾蒙變化特別多 不僅僅是更年期 每個月都會有一次的經前不息 令我們整天的情緒大起大落 有時是全身酸痛甚至是肚痛 都會影響生活的嚴重起上來 但其實用飲食可不可以舒緩到嗎 其實無論在文獻 或者在我過往所見的一些個案 我們都會見到一些飲食比較均衡的朋友 甚至乎他都有定期做運動的人 其實他們在經前遇到不息的狀態 都會比較少 因為奶類裡面的一些鈣質 還有蔬菜如果他們真的可以吃多些綠葉的蔬菜 它裡面有豐富的美質 這兩種的營養素都可以幫助 舒緩在經期遇到的一些不息的狀態 所以如果真的平時女性都會覺得 自己有經前的問題 最好在飲食習慣上著手 不要真的靠痛的時候才去改善 除此之外很多時候 這個賀爾蒙的影響 也會令到人的排便習慣變差了 所以在這些時候 我們就要留意我們 可能接取的纖維素又會比較多 最後一樣 剛才你所說的就是 我們好像女生這段時間經常發脾氣 其實為甚麼會這樣的情況呢 都是因為我們女性的刺激素的影響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吃多些奧米加三脂肪酸膏的食物 因為奧米加三脂肪酸膏的食物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大腦 會產生多些的血清素 血清素其實是我們大腦裡面 一個穩定情緒的物質 只要我們多些的血清素 我們的情緒就會比較容易控制 不會那麼容易有失控的狀態